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卫部部的统计 109年有超过一万多人死于脑血管疾病 其中来看 有没有脑中风的潜在因子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就可以来进行自我的观察 美国的国家中风协会的中风风险量表 就能够透过八大因子来测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脑中风的风险 没有三高也没有抽烟的习惯 但是要小心 有家族的中风使心率不整的话 还是有可能 会罹患脑中风 过去也其实很重视健康 所以没有三高也不抽烟 但是呢 他有虚拟不整 偶然的心悸 这是一个症状 另外他家人曾经发生过脑中风 另外呢 运动可能不够 根据卫部部109年的统计 脑血管疾病每年夺走一万多条人命 国健署吸收台湾脑中风协会 脑中风病友协会 推广美国国家中风协会的中风风险量表 让民众可以透过八大因子来衡量自己的中风风险 其中包括了血压 胆固醇 糖尿病史 心房战斗 吸烟史 体重或者是运动习惯等 若有三项出现了异常 就属于高危险群 我们如果不去控制血压 不去控制高血脂 不去对这个抽烟 去积极的戒烟 我们不要去挑战中风 也不要说我这样看起来非常健康 我绝对不会中风 根据脑中风协会表示 脑中风有年轻化的趋势 而另外发生病症及早送医是主要的关键 越晚越危险 所以所谓三小时内是最理想的 超过三小时用这个药物出血的比例比较高 恢复的效果也比较弱 及早辨试是目前唯一能够成功救治脑中风的方式 若有发生症状 一定要把握时间 避免措施黄金治疗期 研究卫视张玉成自然宗 台北采访报导